分享台北股市 觉得有机会在这一波跌跌跌之后 可以来个反弹帮我举yes 好不好 你说没有 会继续探底继续往下破底帮我举no 哇塞 继续跌 三票会继续跌 两票觉得会好一点 清才哥 你是觉得会反弹 对 我们怎么样 严重不完房 严重又再充 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来看台股的底部 为什么说近了 台股的从我们融资为持率 改到130以下就断头的时候 每次你看在8523的时候 融资为持率在150以下 9个交易日 那这边来讲都一个交易 一个交易日就出来了 那在上次15615的时候 这边是两个交易日 这一次在15223 已经6个交易日 融资为持率跌到150以下 而且昨天已经来到140几了 跌到什么 跌到连国安基金就怕了 他出来信心喊话 所以再跌下去什么 他国安基金就说不排除复盘 国安基金一复盘 大家信心就来了 按照经验再几天 你觉得差不多就 本来来讲应该是早就要反弹 但这一次在杀融资断头的时候来讲 因为这个投资朋友来讲都自己断了 都没有那种一天出现200档300档的跌停 那种的断头底部就出来的 那因为他融资是自己断 所以会拉的比较长 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来的比较长 但是已经6个交易日了 你说你在等个3个交易日 下个礼拜 我觉得来讲 其实已经不是最低点 但是我觉得低点有限 但是这个低点上来 只是一个缓弹 也不是一个回升 所以说这么要去做一个留意 但是下礼拜可以等到回升 对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美国 等到粉弹 对对 美国CPI的细项 包括说要看到这个明确下跌 它才会怎么样 还会改变升息的角度 你看看这边来讲 最触目惊心的是什么 能源 能源就是什么 就是石油 第二个来讲是什么 新车跟二手车 这个二手车那个时候是什么 卖的比新车还贵 现在大家不要了 所以说这个 大家的一个心态 这个缓转也是很快 那能源你看我们最近来讲 所有的这个石油的价格 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然后运费在开始的下降 会让所有的东西 跟着都下降 所以7月10号 我预估还不会看到 明显的一个下降 但是8月10号就会看到的 所以我个人一直比较乐观认为 7月底 7月28号那次的升息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大波的反弹 当然现在看到都是很不好 因为很不好 你看台股你看 长荣海域已经跌到什么 光第一季的获利本一笔都不到十倍 大家觉得怎么似乎 觉得什么算都感觉不太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从这里面来看 我觉得机会就是在这里 OK好 谢谢先生哥 有机会小反弹 接下来7月底有机会大反弹 现在哥一半一半 总统这样讲 对人开始迷茫 总统应该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那巴菲特哥跟查理蒙哥说 这很愚蠢不能碰 对对对 讲法差这么多要听谁的 那我讲一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叫黄家俊 讲到黄家俊可能大家不晓得是谁 帅过头 帅过头 房地产投资很疯的人 对对帅过头 他的名言就是什么 股市连民把房子都买光 就一定涨 对不对 问题是没有那么直接可以买光 所以他在竹篮买了很多方式 因为台积电迟迟迟不去盖场 他在2014年这边就退出 然后开始来做比特币 他那时候买的是从8000元进场的 然后到最多最多这边涨到13188 8000元进场那也还不错 对对 但是来讲大部分都买在最高点比较多 买了之后就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600块他停损 一直跌跌到最低多少 3413 这一边的时候 骂得比现在还凶 那比特币什么东西不值钱 然后卖得比现在还凶 结果经过一年之后涨到多少 6万多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种商品来讲 我们不要去预设任何立场 因为讲实在话我也不懂 但是我只是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 而且来讲 你要去买比特币要等什么时候 当大家都很疯狂 资金很多的时候你才进去买 所以你说他是 这个泡沫 还是会有机会再上去 我们报纸的比较重力的态度 但是如果他一旦在起涨 我觉得这一种来讲 来讲说币圈一日 人间十年 他一天可以长 你十年长得还要多 你如果还赚了很多钱 可以去小玩一下 我觉得是OK的 OK 谢谢信财哥 这个信财哥你有个不一样的观点 你觉得现在反而是 长线布局的好时候 对 就所谓长线布局来讲 就是说在通膨时代来讲 我刚才讲过了 因为你放现金来讲 我们说的通膨就是疾病报纸 你放现金以前越变越国 来了这两档过去都很霹雳的 对 让我们怎么样 在通膨时代来你远光要晃圆 第一个来讲我们来想像洪达跌 洪达跌来讲 从九十几块跌跌跌到这边来讲 最近来讲我们的王雪红 董事长去做什么 联想的读董 这个整个集团就一路均沾了 而且来讲我们知道来讲 在中国是元宇宙全世界最大的 世界变化多快 年初元宇宙现在 对没有 他2020年的时候才600亿 到2024年可以成长到 这个2400亿 这个成长是每年58% 那联想来讲是全世界的一个龙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把眼光晃眼 会有机会 那第二个来讲我们长线看什么 董建改选 这个长荣 长荣行你看看明年董建改选 很多人董建改选都是四月以后再买 不对 董建改选是从今年七月买到明年四月 弟弟派已经进来投了十亿进去买了 买了大概将近的三万多张 我觉得这个长荣行才是长荣集团 兵家要争之地 因为其实长荣行跟长荣海运 两家股本差不多 只是他现在股价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想争的还是长荣行 那这是两党 那另外一党来讲 也无独而偶有走到这一党也是什么 也是以前的股王 TBK TBK现在的股价是 几乎是最低最低点 将一千块跌下来 那他讲什么 如果说他现在的毛利率都只有4% 5% 6% 我们去建议这个没有道理 现在这是什么 他的Mini LED来讲 成为大尺寸的一个主流规格 最重要叫什么 奈米银 讲到奈米银庆 也会讲说 我的化妆品比较高级的 有的是奈米银 他现在奈米银来讲 他研究成功了 他可以折叠几次 你知道吗 40万次 比三星的最好的可以折叠20万次多多一倍 40万次是什么概念 如果我们每天折叠100次的话 可以用10年 那你想想看 他这就怎么用不坏 而且来讲什么 苹果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你三星做20万次 我当然要买比你更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做 而且奈米银不是只有 可以做折叠手机而已 他可以让触摸 我们的触控 拨多少 拨30% 现在来讲 OLED这些 全世界的大厂 也要跟他合作 奈米银来做触控 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手机 拨30% 最重要是什么 他的净值是说到 88.96 现在股价多少 33块 而且怎么样 我们天风国际的郭分析师 股价涨到净值就好了 就涨三倍了 而且来讲 他是获利的 去年赚2块6 今年可以赚3块2 明年可以赚到4块4 这个部分都还没有接到 奈米银的 如果把这个算下去 可能获利会更高 谢谢现在哥 这给大家做参考